一項新研究發現 高蛋白飲食 可以改變搶導微生物群的組成 和活性 來引發免疫反應 來自適利大學 塔里斯·帕金斯中心 和醫學與健康學院的副教授 羅倫斯·馬西亞 在一份新聞稿表示 該團隊專注於研究搶導微生物群 和免疫力之間的關係 馬西亞說 最終目標是了解如何利用細菌 來改善健康 而改變微生物群最簡單的方法之一 就是改變飲食 馬西亞在比本台的一封電子郵件 因為膳食纖維不易被人體消化 因此它可以在保持完整的情況下 到達結場 那裡的細菌數量最多 它認為改變一個人飲食中的膳食纖維量 會極大影響腸道健康 這一點更容易查證 高蛋白飲食是否會促進免疫反應 這項研究使用複雜的模型 探索了十種不同的飲食對白老鼠的影響 每種飲食都含有不同的正常份量營養素 包括蛋白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研究人員發現當白老鼠被餵食高蛋白飲食時 它們的細菌包外郎泡包含的DNA和蛋白質等細菌信息的載體會增加 細菌包外郎泡的增加被解釋為對身體的攻擊 這樣引發了免疫細胞進入腸壁的一系列現象 主要作者和博士後研究員談見 腸道抗體的增加會產生更強的保護水平 來抵禦沙門士菌等病原體 而也有證據表明激活的免疫系統 可能會增加患鹽症性腸病的風險 這是一種部分或全部消化到長期發炎的一組疾病 馬西亞也表示 由於還沒有在人體驗證結果 研究人員還未確定在試驗中觀察到的免疫反應 對人類是好或是壞 獨特兼立無形的系統 令該發現成為可能 該研究使用了查理斯·帕金斯中心學術主任 斯提芬·辛普森教授 和大衛·盧本·凱脈教授 在2016年設計的一個幾何框架 該框架在面對現代的飲食模式非常有用 因為現代飲食之中存在食物過剩 和過度攝入含有特定混合營養素的問題 馬西亞對此表示 這是該模型 首次應用於免疫學 而且只能在查理斯·帕金斯中心進行 我們對接下來可能發生的事感到興奮 有關上述的英文報道 可以查閱本台網站 Study finds that immunity is related to good health and diet 喂喂 看完米酒住呀 記得like啦 subscribe啦 和按鐘仔先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啦 再見 到下次見 感谢观看